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口罩戴好就是最好的体贴了 另一方面来看看俄罗斯 俄罗斯要增兵十几万的新兵 宣称不会送到热点 也就是打仗的地方 有可能吗 至少俄罗斯人多数是不相信的 还要来看看上海封城 究竟会造成什么影响 王当写文章说了 这个如果疫情还要在中国 维持这种动态清零的话 会不会连最基本的人权都顾不到呢 上海目前的最新情形 等一下也要带您来了解 还有来看看国民党 现在真的是每一个人都是自走炮吗 朱立伦党主席真的是令不出党中央吗 罗志强说有重大的宣布了 要宣布什么 直接宣布参选桃园市长吗 很多人都在拭目以待 我们来好好的分析 先来介绍与后来宾 首先介绍的是资深媒体员陈东豪 欢迎好 大家好 再来叫政治学教授范思平老师 欢迎好 大家好 我们要介绍资深媒体员黄创夏 大家好 再来欢迎的是资深媒体员陈敏凤 大家好 我们要介绍国民党前青年部主任张维元 欢迎好 大家好 还要介绍的是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简舒培 欢迎姐好 大家好 好 这个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国民藏母娘每个人摩拳插奖 要来帮一群洗衣服 我们来看看 我说是怎样 她说她来回去洗衣服 洗衣服已经很久都没洗了 阿姨没刷 她就刷了 我可以把她洗 她是事务官 她11点是在跟我讲说要请假 我怎么想到这边 白色有缘 疫情升温之际 但指挥中心医疗应变组的副组长 罗亦军却突然向陈时中请假 是感谢啦 我代表的是我们所有这个 成千上百的防疫人员 在第一线帮大家维护跟作战的这个部分 那很多的同仁或者是我们地方上防疫的伙伴 这上应该下班的时间差不多会更晚 原来是疫情太忙 让罗亦军家中的脏衣服已经堆到 再不洗就会没衣服穿 这可让陈时中相当负责 所以今天晚上我今天晚上不开了啦 重此今天案子很多 明天早上醒来再说吧 罗亦军是很高悠的 很健责的 我现在胸子又心里感到痠痠的 你这样看哪里有用11点40 要跟我请假 事务官为防疫劳心劳力 行政院长苏周昌也趁务催婚 像我如果工作压力很大 心情不好 回家和大家一起洗衣服 放干机里面聊天 是很好的抒衣啊 要不要试试看 那现在新闻又有很高额的租金 昨天真的是时务 先前指挥中心疫情监测组长周志昊 也曾为道在季酒会上 速度闭目两神 让不少人喊话真的是辛苦了 疫情延烧两年多 医护医药人员 疾管署原警 从上到下默默付出 都希望疫情早日度过 觉得这个疫情真的是没完没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我们是希望就是说 这个我们的指挥中心 适度要休息啦 人不是铁打的 那病毒是到处的流窜 不过这一波真的大概要紧张一点 本土已经是增加了104例了 境外回到台湾的是132例 那么还好我们现在医疗资源 还是足够负担的 因为这个蛮多人 就是类似一个泪流感的症状 一个周期过后大概就可以痊愈 全世界全世界 德国是增加的 奥地利是增加的 新加坡香港疫情在持续的延烧之中 香港一天就增加了6600多例 新加坡一天增加5600例 奥地利一天增加25893例 死亡人数啪啦啪啦啪啦啪 几乎都是两位数三位数的 台湾现在守的还可以 我们要继续努力 那么这个 你会想说 我没有栽域店是怎么要牵掌 栽域店不是要下班啊 为什么要工作这么久呢 人毕竟不是铁打的 那这个陈始终的说法是这样子啦 他说 案情很多啦 如果半夜不开会了解 第二天会应付不过来 因为立法院喜欢他去 所以他早上在立法院 下午回来又开记者会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忙 那么如果不开会 就没有办法及时的掌握状况 那么比较花虚一点的是说 很多人就开始来 全台帐母粮总动员 要帮这个国民女婿 洗脱烘烫折衣 在家室内清洁做便当 就很多女婿 帐母娘要去开门 敲门问罗比夕 你手有够穿吗 我来帮你啦 好就是要用口罩来挺 我们想要想一下东豪 到底台湾现在疫情是 是不是还不错 看到一百多例 很紧张吗 然后现在就说 针对这个基隆地区 陈始终就说 不然来做类普筛好了 就是来掌握一下 至少台湾现在18条以上的 这个不知道这个源头 是不是用类普筛的方法 你们国民党又捡到枪了 马上就批评说 你2020年的时候 境外一路暴涨 21年的时候 本土病例大爆发 陈始终那时候 说普筛没有效 不要损害医疗量能 不要拖慢疫调速度 你当时说不要普筛 你现在又要普筛 蒋普筛面子拉不下来 搞了一个类普筛 这简直是自我矛盾 反应慢半拍 陈始终说法是说 那不一样的啦 现在普筛的准确率高达九成了 跟当时是不一样的 谁讲话比较 有这个 二十吧 那这波疫情 大家其实没那么紧张 其实这不好 其实要紧张一点 你就要紧张一点 难怪你刚刚问我紧不紧张 有没有啊 这都清正没关系 不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讲 为什么说要紧张一点 我这个时候做普筛是对的 不管他是叫类普筛 我现在讲的事情 是罗一军他们都知道的事情 陈时中都知道的事情 那台湾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件事情 就希望从动态清零 过渡到跟 过渡到跟病毒共存 对 目的很简单 就是跟国际接轨 把国门打开 那你回来看说 就国民党要笑说 你这普筛啊 类普筛啊 关键不在于 你去计较什么 叫普筛类普筛啦 两个礼拜以后 有没有用最实在 如果像王必胜 这次去救援基隆 救得住守得住 这个最重要啦 你这时候你在笑普筛类普筛 我想一点都 一点意义都没有 因为你只是满足了 个人对政党的好恶 对于台湾来讲 对于我们一般来讲 是这波疫情 能不能再控制住 还有我们社会的心理 社会的心防 你是不是真的 能够接受跟病毒共存 好 苏培 今天这个国民女婿 要请假洗衣服的新闻 基层是不敢也就说 你民政党 大家都要用这样来操作 基层的反应是怎么样 昨天看到广兵林委员 po了这个影片之后 看完真的眼眶都也泛红 也真的有想要说 不然我们家的心理机 蛮方便的 你也不敢就对了 我觉得 台湾能够如常过生活 就是有这一群专家 在守护着台湾 那他们的辛苦 不讲出来给大家听 大家是不了解的 也许疫情的防疫 还有需要更精进 但绝对不如国民党所说的 什么自我矛盾 什么过去不允许普筛 现在来个类普筛 这时间点跟这个筛 这个筛检的这个 这个事迹的精准的状况 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言 那你完全不把这些事情 拿出来做分析 然后只会说 你们这个什么防疫中心 就是自我矛盾 前后防疫不一 我觉得这都不对 台湾的防疫做得好不好 跟全世界比一比 我们自己要有自信 那我们看到这个罗一军 这个大家都很喜欢他 他为了防疫 为了这一波的 有可能在社区 引发的大的感染 他尽他所能的 想要去做好防疫 而且这 就如刚刚这个东豪哥所说的 就算是现在做好防疫 以Omicron的这种传染方式 你要在社区 让他完全清零 几乎是没有办法 但现在防疫中心 在做的是什么 在把一些 可能可以阻断的感染 我们阻断 没有办法的 比如说他就是真的 无症状的 他在社区 你真的没有办法找到 那就没有办法 但是能够做的 这些防疫中心的专家 努力做 每天做 晚上做到11点多 都还要请假 才有办法 办法暂时离开他的岗位 我觉得对于 对于有人 这么努力的在付出 保护我们的健康 让台湾的疫情能够更好 为什么还要有人 在那陷阱 陷阱陷阱 真的 所以我觉得 我真的看完之后 真的是也还蛮心酸的 有人就说 你们根本就是 这个陈时中 故意把罗医军搬出来 要转移焦点 我相信没有必要转 不是要转移什么焦点 是吗 你疫情还是这么多 所以我觉得 我还是希望 这个国民党的好朋友们 能够好好的去认识到 台湾这些防疫专家 真的在第一线 把我们的空间保护得非常好 不要想说 黏黏的 就会当作 他选举 是吗 你念完 你批评完罗医军 批评完陈时中 可以让你的 讲话难加分吗 会投你们的 就是那些原本的票 没这个 就是巩固原本的票源而已 好 中国的方面 其实现在 有点相当的紧张 上海继续增加 4502例 那这个浦东这边 本来是进行封城的 接下来是要封浦西了 但是浦东 并没有因此就不封了 这个叫 网格化管理 什么叫做网格化管理呢 就是说你这个大楼 有发现确诊者的 就叫封控区 要封要控 管控区就是 有封控区所在的街 就是这栋大楼 封控的时候 它旁边的街区 其他社区 就叫做管控区 防范区就是说 非封控非管控 其他的地区 还是要加以防范 所以这个管控区 就处于中间的 就是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了 但是有确诊的大楼 叫做封闭式管理 还是要14天封闭 整个大楼封闭 因为很多人说 我现在你叫我14天不能出门 我要怎么吃饭 我菜越买越贵 中国有媒体就特别发布了一份说 上海买菜到底难不难的视频 结果算是提油救火说 你这边活的是平行世界 我们来看VCR 好这个视频一上这个微博之后 马上进了热搜 就有人说你是花钱买热搜来讨骂爱 是不是 也有网友说 其实这个上海哪一区封控的最好 就是网路上的讨论区封控的最好 这个青菜20块买不到啦 但是呢 500块钱就买得到 看你要买的是什么青菜 这个呢 其实上海人 他们面对这件事情 这也是我一个朋友 从那边传回来的 他们里面做了梗图 我们以前有个师嘛 风火连三月 加苏比万斤 所以一个蔬菜是有万斤的 他们那一天封城的时候 一颗高丽菜 77.5人民币 三百多块的高丽菜 在台湾我们都很难碰到 他们就开始越来越贵 然后呢 他们私下会这样子讲的是什么 其实呢 川普是先知 川普在3月24号那一天 不 2月24号那一天 普丁出兵的时候 川普突出来讲说 习近平和普丁 是孪生姐妹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用姐妹 但是呢 确实这两个人 目前都为情所苦 那个普丁是为了战情所苦 川普那个 习近平是疫情所苦 而且他麻烦的是 就在上海 为什么在上海呢 因为你要看到 上海他们的反应 跟其他过去两年多来 过去那种二线三线 比较拼远的地方 被封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上海是整个中国GDP最高的地方 教育程度最高的地方 中产阶级最多的地方 所以呢 他们呢 会有一些看似哭手 其实是极度的不满 而这种极度的不满 从鸳鸯锅封城 现在又变成网格挂管理 又叫做权育静态管理 他们心里自然有一把尺 而这把尺是什么 他们就讲说 普丁呢 把整个俄罗斯拉回了苏联解体之前 结果上海人开始回忆到 国民党在的1949之前的上海 那时候的物价飞腾 所以他们的反感很高 而这样一个反感 当然疫情这件事情 对于习近平来讲最麻烦 因为上海是全世界的经济重症之一 所以有欧洲的媒体去估算 如果他被封一个月 GDP一年是少一个月 是四千五百亿美金 所以这个影响 还有经济的问题都很大 而更大的原因 更大的影响将会是习近平 十二月的二十大连任 出了大状况了 因为习近平呢 一直想要去整理上海 因为上海是他的反叛的 那个江泽民 他的对手最大的大本营 所以他派的是叫李强 李强是他在浙江之江新军的大秘 是叫他的一个心腹中的心腹 而且在二十七号那一天宣布 开始要鸳鸯郭市的封城的时候 那一天呢 上海市的副司机 叫做诸葛宇杰的 也被他给指定下去 要去掌控上海 现在都是你习近平的人了 你像习近平搞成这个样子 你的将来你这群人 谁来负责 所以他们现在才做了这么多的名词 想办法不敢去承认 然后就是想尽办法 要去遮掩到上海疫情失控 造成的一个影响 而这里面的影响是什么 包含是李克强自己都知道说 他已经结束了 然后呢 日本的媒体都说 李强如果在上海坐得稳 然后帮习近平清理掉那些上海帮的势力 李强就会在今年的年底 接下李克强 目前这个搞法 目前这个搞法已经不可能了 所以你就看到 整个习近平的问题很大 而上海呢 他们绝对会比东晚和申俊更厉害 东晚和申俊在20号封的时候 23号就已经喊出要大雅湾独立了 你现在这种上海搞法 你看到整个上海的人 他们对于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政权 对于习近平心里的打否定 那才会更严重 对因为人民的生活就是希望能够如常 那你这个清零的动态的清零 影响到人的生活是很大的 我远就很多细节 对不对 就是生活当中很多细节都不方便了 班也不能上了 上海是整个经济重镇 没错 其实要这个 老实讲台湾有个名字叫泪普塞 上海有个名字叫做全域静态管理 什么叫全域静态管理 就是说这个整个城市我们让安安静静的 不要有人民在街上走动 放在现在看到普西就这样子 其实就是封城啊 他给他另外的名字啊 那为什么要这样封城 其实大家知道浦东封城的时候 他五个小时前才通知 那五个小时前通知之后 大家第一件事去做什么事情 去抢吃的东西 这边呢是这个 这左边这边 是一个他们的购物网站 大家看到这个购物网站上面有这个 附近推荐 发现好菜 超市买菜到店吃 换句话说这一个列表呢 其实是搜寻买菜用的 那我们看买菜用 下面发生的 他的推荐网站有什么东西 第一个是这个婴儿食品 意大利净宏 婴儿食品 第二个是什么 宠派蒙巴顿高端宠物寄养 还是宠物食物 还有什么小米宠物啊 大家发现 我找一个买菜的网址 就跳出来竟然是宠物食品 这告诉大家什么东西 告诉大家说 菜买不到了 我找不到菜 因为菜买不到 店家不会把它放到 优先推荐的食品 该会叫人吃狗粮吧 对啊 所以你看 我今天就是我被封城了 我想在家里叫一些 好吃的新鲜青菜来吃 就一开始 怎么摘不过狗粮 难道你把人当狗吗 今天如果这个 这个前两天最有名的 这个我们 他们叫做卷心菜 什么叫卷心菜 台湾就是叫做高丽菜 高丽菜 它上面写说 78块 我帮大家Google过 这个我们台湾知名的这个 连锁超市全X 它有上网那个APP 台湾的一颗高丽菜 卖83块 所以看起来 也不错啊 78块跟台湾高丽菜 83块 差不多价格 乘以4 没有 这是人民币啊 所以4.5 所以4.5 所以换句话说 80乘以83 大概350 360左右 一颗高丽菜 所以告诉大家说 这个没有被抢高丽菜吗 没有人抢 因为它后来被证明说 是这种高达五卖的 没有 它说高达五卖 然后后来还被检举 那他们那个中共官方还说 你这个破坏物价 说太贵了 所以被检举 那问题是 今天我用正常物价 刚刚大家发现买不到嘛 所以我一定要用这么贵的价格 才买到一颗高丽菜 最好笑的是什么东西 一颗高丽菜78块 当然我们看这个 这边这边是什么 这边是从广州白鱼机场 到上海虹桥机场的飞机啊 单程机票 大家看多少钱 79块啊 多一块就可以 所以我今天 我买了一块高丽菜之后 我要从这个广州 做到上海 然后大家发告 然后今天航空公司告诉我说 你带这个生鲜食品 可能上不了飞 但国内线没有这个问题 国际线才有 但如果这样上不了飞机的话 然后当你说 你要把这个高丽菜丢掉 所以不准搭上飞机 这个时候 我是人民怎么选择 我宁可把飞机票丢掉 我留着我这个高丽菜 因为现在 我吃菜比坐飞机重要嘛 所以就整个 整个那么乱的情况之下 其实整个上海现在出现 大家不断的抢菜 齐货可均 对菜很重要 但问题是呢 大家记得一件事情 今天如果没有菜的时候 他们发展出一个自我的技能 他们有很多绿化袋 就是小区里面很多公园 我必须称赞一下 中国大陆城市绿化做很好 然后他发现 在里面发现有什么东西 挖一挖 有竹笋 好 那竹笋之后 可能那个大陆熊猫很多 你知道中国大陆熊猫很多 所以他可能做很多竹子 另外一个东西还有什么野菜 竹子结果人民去挖竹笋来吃 对挖竹笋来吃 就很吃饿嘛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更好玩的东西 是一个野菜 这什么东西野菜 这个我还真没看过 这叫什么 马兰头 然后为什么他们会发现 这个东西可以吃呢 大家不要忘记 中国大陆在1959年到1961年 经历过三年的大饥饭时间 那时候按照各方的媒体 各方的官方报导的统计指出 大概有1500万人到5500万人死亡 被饿死了 那为什么会有这大饥饭 因为当时他们找大药禁 搞人民公社 让大家没东西可以吃 所以当民众没东西可以吃的时候 他就不断到处去找 哪些青菜可以吃 所以他们现在说 上海的大妈把当时大饥饭 这个回忆拿出来的 说对当时我们吃过这个马兰头 我们还可以去采野菜可以吃 所以我要必须跟大家讲 今天中国大陆是一个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它以照顾人民为主 今天突然封城之后 我觉得封城没问题 但你应该去照顾 他们的民生需求 买菜送菜干嘛 政府应该跳出来 而不让他们自己去抢购 我们看相对于这个视频丢出来说 上海哪里买不到菜 你讲 这次不简单 范老师 这个是马春蕊 马春蕊是市政府的秘书长 他举行记者会坦诚说防疫不到位 诚恳接受大家接敌 一定是江泽民派的 怎么回事 其实我们很少看到 中共的官员公开的承认错误 因为你承认错误的话 你就可能被成为披露对象 哪怕当初这个武汉封城 请问一下 武汉的市委书记 湖北的省委书记 有出来道歉吗 一句话都没讲 那为什么这有出来讲 因为上海的人民得罪不起 上海我们知道 他的所得是全中国最高 刚刚也讲过 经济发展最强 面对国际 我们知道实力洋场 对国际的知识的讯息最多 所以你看到这次的上海市民 被封小区的时候 他是跟你的官员据理力争 或者凭什么把我关起来 你有什么法律依据 这种维权意识是非常强的 武汉的市民被封城 房子被用木板封起来 每个人都平衡 你不敢有任何的 争取自己的权益 上海不跟你来这一套 因为他有法律知识 他就告诉你 你根据什么法律 搞了这些官员 瞠目结舌 不知道怎么回应 纷纷走避 所以就表示上海市民 他的这个跟其他地方是不一样的 所以为什么这个马春雷 他要这样的道歉 不道歉不行 这个火压不下去 再来我们不需要讲 刚刚讲李强 李强有可能在中共二十大 即将在年底召开 可以成为中共 中国共产党 七个政治局常委之一 点就是在金字塔最顶端了 甚至有可能接国务院的副总理 甚至是总理都有可能 所以是热门人选 刚刚讲过 他是之江新军 是习近平一路提拔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李强倒了 习近平也倒了 那我们知道中共的这个 各个市委书记 我们知道他的市长不是最大的 市委书记 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市的市委书记 才是最大的 所以说在中国 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 三个总书记 两个都是出身上海市委书记 一个是谁 江泽民 一个是习近平 只有胡锦涛不是 这个中奖率够高吧 就是说当上海市委书记 他的政治的这个能量 跟未来的发展 比北京市委书记还要强 北京市委书记目前 还没有人当过这个总书记的 所以就考虑 所以你看为什么李强被视为 就好像台北市市长一样 台北我们台湾的中华民国总统 几乎都是当过台北市长 所以他是一个摇篮 可是你看到这两天 一个新闻出来了 朱镕基也曾经当任过 上海市委书记 他发表了九条 他的一个观点 被当属于时局的分析 当然是不是真的是朱镕基写的不找得 但是这个新闻在网路上不断的流传 甚至华尔街日报也转载了 他其中的第一条就是说 要用科学来防疫 要用理性来防疫 不能够影响国际民生 他就批评习近平 你搞这个封城 甚至这个没有知道 刚好在上海被封城的 后来出来了 而且朱镕基这时候还讲了一件事 就是不要让习近平在今年继续连任 因为习近平修改了宪法 废除了国家主席认识 终于有人出来讲话了 所以这个 上海的疫情会变成第一把火 影响他的连任 有人会趁机家伙的 朱镕基批评上海封城 批评防疫 其实就是剑指习近平 欢迎您回到节目现场 再来关心国内的政治 现在台北市 这个美丽岛的最新民调 会让人家觉得说 蛮值得观察的 因为以前对于国民党 国民党就说台南 砍一个市贵 砍一个高山 也是民政党会掉 但是在台北 你一个市贵 踩在那里 也是国民党会来动算 这样的盘势 显然出现了很大的改变 特别是在 黄珊珊 看起来蛮有坚强的意志 要参选到底的情况之下 他如果这个支持度 拉上20%的时候 蒋万安就未必能够顺利的 靠着一张英俊的脸蛋 来当蒋市长了 蒋市长真的拉警报了吗 我们来看VCR 墨守大街来者不拒 北市副市长黄珊珊 跑遍基层 跟里长挂甘情 收服不少国民党里长的心 他跟里长都有来 这个赖的话 他直接给他的这个 列宿啊 助理啊 他们去处理啊 对 那很快 早上讲的 下午就解决了 秀出跟黄珊珊的赖对话讯息 中正区国民党资深里长 大赞黄珊珊超有效率 反而蒋万安 感觉很有距离 有下里回来 但是一下子就不见了 国民党努力的话 要更努力的话 我们还是写更努力的 对不对 很有希望 国民党的防御兴党 都不会同样 所以那天二年 他只能马上出力了 随着黄珊珊 侠带洗证优势 狂扫全市 456里 来民似乎不现 清皇气讲潮 我当了21年的市医院 这大概地方的事情 我应该最熟悉 所以要谢谢大家的支持 但是我常常会害到他们 这是我的工作 除了这个中山区跟松北区 他还有大概十个区 是不熟悉的 那十个区 恐怕他就要加速去跑 不能只靠这一个半区 就当选市长 蒋万安不愿多做回应 倒是国民党议员 集体焦虑 因为分析2018年选战 深南雪区 像是中正大岸文山 盯手中拿下最高四成七得票率 但2020年政党票 民众党加入战局 拿下一成多 蓝营得票率下滑不到四成 如今更面临 黄珊珊强势挖蓝营墙角 民众党内部分析 北市在中正万华防堵疫情 更连带拉抬黄珊珊的支持度 随着基层爆料 连深蓝都倒戈 更凸显了万安危机 好 当然就是说 对于很多的这个蓝军的民众来说 他们对国民党是恨铁不成钢 然后觉得说 还是听柯文哲监督民进党 批评民进党听得爽 所以心情上下就觉得 好像比较喜欢民众党或柯文哲 但是真的要投票的那一瞬间 会不会还是投回他原本的 这个薪之所向呢 很难讲 今年是一个观察的重点 但美丽岛的民调呢 这份这个国民党真的是 真的是很离谱 一滴还有一滴滴 支持度一滴比一波比一波还要低 是怎么回事呢 先看全国的这个民调 对民进党有好感的几% 49% 大概10%左右是很有好感嘛 有些好感来到了40% 所以加起来将近要50% 全国民众对民党还算有好感 反感度是39% 这个很反感的有16% 这是民进党要特别注意到的 那么对国民党的好感度呢 很有好感的只剩2% 等于是民进党的五分之一 有点好感的是24.2% 所以好感度只有26.2% 反感度高达59% 有些反感的是35% 很反感的是23% 这个是最近所做的 这个时间是3月23号到3月24号做的民调 其中台北的人 台北的部分进去分区来看 照理讲你说以公投票开出来的结果 你说以这个台北市过去的投票景象 应该都对国民党不会太反感才对啊 还是这些人恨铁不成钢呢 台北市对国民党 有些好感跟很好感的只有23.8% 台北人对国民党感到反感 有些反感的高达65% 观众朋友 这是很恐怖的事情 等于有人看哦 你看新北陶珠苗 中张头云嘉然高平分区是这样分的嘛 这一排看到来 对全台各区就是台北市对国民党的反感度最高 怎么回事 我来看一下好感度最高在哪里 在这个中张头 中张头没那么讨厌国民党 但是也都是过半讨厌的啦 从年龄层来看呢 20岁到29岁 对国民党反感感的高达62.2% 62.6% 30到39岁对国民党反感的高达66.8% 敏凤怎么会这样 我觉得国民党很好笑 就是说三月份的这份民调 三月就是很多次的停电嘛 303我们讲说很多停电 那照说应该对执政党会有点冲击 可是问题是这份民调做出来 民进党的这个反感度也没有跌很多 然后跌反而这个是国民党的好感度跌很多 你在说民进党的反感度也差不多 对差不多没有很大 偏偏国民党应该趁这个机会才会上来 那完全都没有 那你台北市这个根本 根本就是黄珊珊大好的机会嘛 现在就是说国民党内部也知道了 黄珊珊已经养大了 他从小鸡已经变成母鸡了 党内的人就跟我这样子讲的 然后你加上你这个民调 党内是哪一个的 国民党内部的这个人 他们宣布了就说黄珊珊已经养大了 折不掉了 所以说然后你加上你这个 可能要弃皇宝奖 对那你现在就变得很困难 因为他的这只母鸡变大 就是小鸡变母鸡了 那你就很难弃 那你现在台北市的贵国民党反感度 又这么高的情况之下 那对于黄珊珊更有利了 黄珊珊已经很确定 他选举的时候就是用五党机 他也不会去脱离亲民党 然后也不会去参加民众党 他就是用五党籍的这个身份去选 所以你今天讲外安跟黄珊珊 黄珊珊已经占了一个先机 然后呢如果说未来真的 这个比起这个 难道他觉得他挂民众党没有加分吗 这就是 你这样叫黄珊珊怎么跟党主席 柯文哲的提示 你已经商量好了 那否则他怎么跟宋楚瑜交代 所以他只好两边 就是因为亲民党比较靠蓝 那民众党现在也是也可以吃蓝的票 反正没有差 反正都是一家人 那所以说他决定 谁不要脱离谁 因为你脱离一个党 就得罪另外一个党 所以他们就两边已经有共识了 就是用五党籍来参选 所以说这个黄珊珊呢 这个现在看起来 民调还输这个讲完完一点 但是问题是你未来答题这个选战 要讲这个台北市政 还有整个的表现的时候 我觉得黄珊珊的这个考验呢 就是蒋万安的这个 这个弱点所在了 你蒋万安到现在为止 还是花拳秀腿嘛 蒋万安还是这个 就是说客气化 然后还是装温和 装这个良善或怎样 所以未来这个黄珊珊如果拿出真枪实弹 对于讲完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 那再来民进党的部分已经确定是陈时中了嘛 有确定吗 确定 百分之百确定 那陈时中现在是疫情还在忙 五月底会出席一个国际性的会议 所以就把陈时中包装成为一个比较有国际观的这个首长 然后六月中旬会回来宣布 不要说包装嘛 人家这个防疫成绩 刚说世界拍不到的嘛 那你台北市是首都 那当然你要有一点这个所谓的高度 更高的高度不是更好吗 那总是说那你回来 当然就六月中旬就开始补市政 那我觉得这个把这个陈时中国际的东西拉高 对他对参选台北市长也蛮好的 所以整个这个民进党对于陈时中的布局 就已经差不多已经确定了 那之前陈时中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事情那些人就说桃园的部分 因为郑文燦第一派人也去美国请过萧美琴 萧美琴说拜托那不是我的船长 我在外交上面 那他第二个人选请过王美花 可是王美花是个 王美花跟他老公都不想选举 所以王美花就做罢 为什么是王美花 因为你是一个经济部长 那你觉得说这个桃园是一个新兴的东西 所以他第二个念头就想到王美花 好 现在问题就是说 国民党已经确定从在地的立委选了 要么就是罗志强 4月3号好像要宣布参选桃园 所以桃园的部分就顺便就解决了 从在地的 去年就已经说好了都不动 都不跳楼 因为这个主要是要挡侯友宜的侯一半 就很怕2022年侯友宜连任一半之后就去选总统 所以就下定决心 不要移动现在的所有的首长 所以这个国民党 对民党来讲也是很痛苦 因为2022就缺少很多战将 像林佑昌林智坚 其实都可以占别的地方 可是因为这个东西 这个是长远的考虑 所以说这个局就是确定了 陈时中就是参选台北市 而且这个办公室也成立好了 然后对于5月 有个国际性的会议回来之后 6月中旬大概就会宣布了 但是我相信民进党的事情是怎么办 我们要开大门走大陆 台北市人就要赢得风风光光的 我们每天都靠南军分裂 这样太浪费 所以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怎么你知道吗 苏培 好 现在国民党在台北市这么高人员 反感度达到65.1% 请问 这个反感的票是流到民众党 还是流到民进党 民进党能不能拿到这个反感的票 我觉得 我们民进党希望把 这个讨厌国民党的争取来民进党 不过我相信这还是有空间 就是说这个流失的没有跑到民进党 跑去民众党比较多 你知道另外有一个网络民调 大约是在一个月前做的 台北市现在市民 最讨厌投票的哪一个政党 第一名是新党 第二名是国民党 最讨厌哦 最讨厌的一个政 最讨厌投票的政党 国民党是第二 你在去年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得到吗 国民党在台北市不是就是铁板一块 派个西瓜都要赢 而且之前去年蒋焕安那时候还被宣布 说要参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还风风光光 对不对 早在去年就宣布 因为要把罗志强的排开 因为他觉得只有一个 只有党内 只有国民党党内自己出来的人 才会成为蒋焕安的绊脚石 其他都没有问题 但曾几何时一年过去了 如同大家所说的 其实疫情对在野党来讲 是监督执政党最好的机会 那为什么都表现不好呢 国民党为什么表现不好 而且国民党表现不好之外 还让台北市 还让这个民众党得利 所以你说这些反感 对国民党反感的人 你必须承认大部分的票 是流到民众党 是 为什么 我告诉你嘛 我的选区最蓝嘛 我的选区很多蓝营的 蓝营的这个里长啊 结果现在国民党的里长呢 你知道我们每一次 每三个月的里长连移会 黄珊珊都到 黄珊珊都坐下来 跟大家一起吃饭 讲话怎样呢 没看啊 讲话有可能来 就是漂漂亮亮帅帅的来 来完之后呢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黄珊珊不止连移会来 黄珊珊还每个里长办公室都去 坐在那边 里长你有什么问题 过去找医院改革 解决不了 现在找我黄珊珊 而且我黄珊珊有一个助理 专门跟你对口 你大安区里长所有问题都找他 他马上解决 你都不用找 你都不用找医院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难道没有看到吗 当然有看到啊 国民党很多的议员 甚至都是拉黄珊珊到里长办公室去坐在那里 跟理论在那里说事情啊 国民党不知道吗 当然也知道 国民党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件事情 国民党不想解决吗 最好解决的方式是什么 这个新北市侯友宜上一次也是用副市长来选市长 什么时候就离开副市长职位 二月的时候 2018年侯友宜从副市长要来选新北市市长的时候 他二月的时候就离开了副市长的职位 但现在在议会我们已经开议了 国民党有没有哪一个议员站出来说 黄先生你这样滥用市政资源你搞得走 有吗 没有 包含陈信宇这件事情 你们台北市不是一个进步的城市吗 是 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夸张的 你看陈信宇 柯文哲八年不算 陈信宇因为劳工局局长 一月多的时候找劳工的工会来开会 在这个会议上面讲了一些 我觉得对于他职位上面绝对是不适当的话 你要标你要先跟我讲啊 是啊 你标完才跟我讲 你标要先跟我讲啊 对 讲了就可以有标了是不是 对所以他这个不适当嘛 所以他们都很严重 另外还有一个事情 陈信宇在这个会议上面说 我就是挺黄珊珊 如果我跟你们很好 你觉得我很好 我要继续在这个位置上的话 就挺黄珊珊 你看他们骂陈信宇骂的半死 他们有没有去骂柯文哲 柯文哲继续留任陈信宇 陈信宇去跟他辞职了 柯文哲告诉他 你嫁少座 没关系 你嫁少座 停得好 你继续做 黄珊珊说我停你 国民党有骂吗 国民党完全没骂啊 国民党就是把陈信宇骂到臭头 但柯文哲不敢骂 黄珊珊是个宝 我觉得你们当然 你们的民调就会越来越低 所以你知道黄珊珊 帮多少国民党的议员 解决很多事情吗 对不对 他现在在府市 上的这个拥有的行政资源 不只帮里长解决事情 也帮很多国民党的议员 协助他选区的事情 所以国民党的很多议员 当然现任议员 当然都不想他走 这战争想一想 搞不好让黄珊珊当市长 还效率比较好 所以我告诉你 国民党同党 对国民党很多的本土议员来讲 你讲万安当选之后 你能不能买我的单 我都不晓得 但黄珊珊可以 他不只了解台北市市政 也知道我这个地方的美感 跟你讲万安 那个每天都在那边 公子又扇子 摇一摇一摇一摇 那是不同的 真正有时人间烟火的是黄珊珊 所以你看 当然会是两样情 就是说 讲万安现在民调越来越低 可是你看国民党 虽然一直在骂陈信瑜 但对于柯文哲 对于黄珊珊 居然都不敢口出恶言 甚至要请黄珊珊离开现在副市长这个位置 让出所有的行政资源都不敢 都舍不得 是吗 这不是真好 所以讲万安民调会认 战斗兰呢 战斗兰我告诉大家 战斗兰真的在集结 在台北市的集结就是秀秀 上上媒体而已 但像罗志强 外共那一天我就听到 他就在跟几个国民党议员 我到时候要拜托拜托 到时候要拜托拜托 私底下就在串 你说罗志强在串联战斗 我就听到某某议员就说 你不是要宣布了 他说是是是你要支持我 所以他要跳过党主席 在我们开议的 自行宣布参选 在我这个会 桃源市长 对 在我这个 这是内讧嘛 好精彩 在我这个会期刚开始 听到看到罗志强的时候 因为罗志强在修会的时候 都在外面爬爬走 全台湾走透透就是不在台北市 薪水能领嘛这种人 是嘛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很夸张 因为他的选区在我大安文山区 不会有人说要罢免他嘛 可是他就可以这么做 吃今晚看今晚 然后在这个台北市议会 串联很多台北市议员 希望争取自己 能够有扶上台面的机会 不知道哪一个县市 因为我没听到嘛 不过我觉得当然在台面上 他也越越意识的就是桃源嘛 那不管朱立伦怎么说 人家他已经在准备了 他到时候一出来 就是整个战斗篮的团队 而且就我所知道的 就我所听到 看到台北市议会的议员 可能都会跟他聚集会 朱立伦怎么办 他就整个民众都会 罗智强是对朱立伦反弹啦 因为朱立伦一直公布民调说 罗智强民调很差 后来发现 罗智强自己做民调好像没那么差 所以他就很生气 所以就是然后又丢出 罗智强民调就说要丢出在地人 然后罗智强就不是在地人 他就觉得党中央故意在打压他 所以他一气之下 本来就是已经要退出来了 后来呢 就是说最近看到这个民调 我好像没有那么差 对你朱立伦是怎么回事 所以他我觉得就意气 就说我要跳出来选 所以我觉得桃源啊 国民党党内还有一阵乱 绝对是这个很难摆平 因为你现在党中央属意的人选 发现民调是最差的 可是问题是这个有人就说 这民调是假的 那个民调是真的 所以这个都很好笑 国民党在桃源 真的是很好笑 民调公司真是最大的影响 哪个民调是真的 哪个民调是差的 那罗智强到底是民调高的 还是民调低的 然后李育林到底是民调高的 罗智强的民调绝对不会低 对然后李育林 到底是民调最低的 是垫底的 这个很好笑 说真的很多媒体人 也都不认识他 所以他民调怎么会高 所以连万美林都比他高 万美林为什么会比他高 因为万美林会常常 有点上电视 所以他的知名度会比李育林高 那第一名应该是鲁明哲 鲁明哲做过中立市长 可是魏医党就偏偏要说 这个李育林的民调没有那么低 然后邱医师要支持李育林 然后金主 金主这个角色突然也出现在 桃源市长的选举里面 就很好笑 所以因为桃源是有民调 就有迎面的 所以国民党才会乱成这样 对就是觉得他们觉得 那台南横数是没办法赢 对就比较顺利的让谢龙介出来 但是凭什么谢龙介都能出来了 我罗志强不能出来 对嘛 就没有罗志强就争一口气 对就争一口气 我宣布了 宣布再说嘛 宣布你来带他 宣布然后大家来看民调 到底要不要这个是不是桃源真的排斥在地人 这个是罗志强的志气啊 那这个要把排 排栏民调还是排绿民调 不会他们不会再做这种东西 他们会对比的时候就是排栏 就是排绿了啦 对比的民调就是排绿 好我们来看蒋安安真的会输吗 这句话一年前问人家会嘲笑我们 现在一年后来问这句话 蒋安真的会输吗 忽然有些人会觉得真好可怜哦 讲到我们更多的分析马上来 好欢迎您回到节目现场 坦白讲这个议员站在第一线 可以说是罪务时的 他现在用什么颜色 很有机会会贏 他们心里是清清楚楚的啦 林赫民他就估计说 蒋安安在台北市恐怕会输 现在输了 大家觉得说要听听他的道理 而不是嗤之以鼻了 为什么呢 他说陈永德是国民党七连霸的议员 选个议长刚好而已 这次居然传出不选议员了 姑且不论是以退为进 还是测试风向 看看柯文哲和陈永德 龙情秘义高歌的照片 国民党在台北市的底气 真的还十足吗 只要国民党台北市议会党团里面 继续有科挺山 他敢保证年底台北市长 一定不信蒋 蒋到这边呢 蒋万安难道没感觉吗 蒋万安跟黄珊这些火药味 是真的出来了 黄珊珊PO文说 蒋万安委员说 黄珊珊支持度23% 如果黄珊珊代表 现在的台北市政府 就代表有超过一半 甚至七成市民期待要有新的改变 意思说你市政做的也不太好 你哪有可能连任市长 他说他要用相同的逻辑来说 国民党在台北市的支持率11.5% 如果中国国民党代表现在的蒋万安 表示有九成的民众认为蒋经国的孙子 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但是人家黄珊珊是理性的 他说这样的逻辑推演对吗 其实都不对 这是黄珊珊的说法 结果黄珊珊不过带了一句说 说什么 蒋经国的孙子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你自己说你的名字是你阿公自己好的 为什么这样说叫做攻击绅士 为什么说你阿公的名字不行 蒋万安说不要攻击我的绅士 我很遗憾 我对你 对黄珊珊以蒋家绅士攻击感到亚裔遗憾 身为蒋家后人非常的骄傲光荣 这个火药味出来了 如果你是贏贏贏贏 你绝对会气定神险 你现在火药味出来 是不是蒋万安也感到自己很紧张了 我其实觉得蒋万回黄珊珊 我觉得这个举动不太明智 因为老实讲 现在的确你跟黄珊两个吵起来的话 其实因为老实讲 蒋万一开始还没宣布参选之前的时候 不是现在还没宣布参选 就他一开始民调其实蛮高的 好那如果这黄珊珊原本是第一 但不断这几个月不断的炒作 炒作起来黄珊珊看起来的确往上升了 那蒋万也的确从一开始最高到五成 像四成到三成 所以很多人都说蒋万是不是没机会 太软弱了 没有机会选台北市长 这样子的耳语已经出来 但我也必须帮蒋万说话 蒋万现在他还没宣布参选 那他唯一舞台叫立法院 他要去监督政府 立法院有113个立委 老实说他光环会被这113个立委给分散 黄珊珊像是副市长 他可以去防疫监督 他有他的市政舞台 我跟你讲 好的立委的光环绝对不会被分散 我的意思是说 当然就是说以聚焦度来说 就是相对有其他 全台湾有十几个副市长 没有台北市嘛 因为台北市首站之多 那我也必须说 那包含现在可能的人选 陈时中 如果以台北市长来说的话 那他现在是防疫指挥官 换句话说 黄珊珊跟陈时中 他现在都有一个很强的舞台 大家看得到他们在做事情 那蒋万他是民意代表 他没有一个施政的一个行政资源 所以我觉得今天蒋万 他的确在现在目前来说 他的条件比较劣势 但我也必须跟大家讲说 黄珊珊其实蛮恐怖的 据我所知 黄珊珊下午有机会的时候 他就会去找不同赤分区的里长 去跟他们喝下午茶 而甚至还成立所能拉引群主 所以刚刚听到很多所谓的 那种选服案 陈情案 黄珊珊会在第一时间 就帮他们解决 那解决完之后 人情就是这样子 你帮我解决一件事情之后 我下次投票我就要还你 我听到很多类似 过去是国民党支持者 甚至是国民党企业家 这次很多跟我们的主委 或跟我们党部内部人说 抱歉 这次我可能没办法投降完的 因为黄珊珊帮过我 处理过我企业的事情 处理过我李林的事情 所以这样子选举服务票 不断在行政资源的 这个益柱下 他会增强他的一个支持度 所以的确 面对这一块老实讲 今天国民党是很悠心的 很悠心 不是说今天要这个 替谁的问题 是今天黄珊他一定会出来 那一定会出来 他这个票拿了多少 对蒋湾最后三 三卡都的影响到底怎么样 这是我们必须去 严正去面对的 那最后我们讲一下 所以你们国民党 有可能换人选 不会换人 我觉得今天在讲说 怎么蒋湾 我觉得都是尖锋插针 因为老实讲即便是这样 他目前民调绝对是任何一个人选 以台北市场他最高的 那问题是 我觉得他的确 现在选举步调还没起来 或许有人会认为他慢了 怎么到现在已经确定 你是台北市场候选人 国民党只能提你 你就应该提出市政院级 应该站出来 去做很多议题的攻击 但问题是现在站出来之后 其他两个党都没出现 他的候选人 甚至民进党是谁 我还不知道 那这时候他跳出来 都变成剑靶 他要去做什么事情 所以我觉得他选举步调 的确在其他等等还没出来 他不用那么急的出头 但是老实说 大家都知道国民党 是他的情况之下 他应该开始加温选举节奏 包含议题的 大家看到这几天 他开始有一些 火药味的反击 但我认为这还是流于口水 那现在台北市民 其实没有那么喜欢 所谓的口水的这种反击 或这种火力 还是希望他提出 比较具体的事情 台北市很多可以监督的 好不好 他有没有在认真做 来 如果说蒋岸安是 台北市长的明星 国民党的明星 我看到国民党 现在今年很多议员 年轻人要出来选 好像很少看到 跟蒋岸安合照的看板 我觉得很奇怪 我去新店 有一个新北市议员 他的看板好大 还跟红袖柱 可以 红袖柱有票 在新店 可是台北市 高速公路一下来就看到了 高速公路一下来看到红袖柱了 所以你看红袖柱 这点还比蒋岸安的魅力还高 所以你看 蒋岸安只会搞成 台北市的国民党的市议员 大家好像有点避之唯恐不及 如果有一个台北市议员 出现跟黄珊珊合照的照片的话 那你慢慢倒大 倒大没了 那就是马其诺防线已经破掉了 所以我觉得 为什么国民党在台北市的好感度 是23.8% 跟全国比的话还少 全国还26.2% 台北市这么蓝的地方 照着讲对国民党的好感 应该比全国平均来的高 就还低 然后台北市对国民党反感度 是65 全国最高 台北市怎么 天龙国翻盘了吗 而且他的反感度 还比全国的平均59% 还硬生生多的6% 那我觉得啦 过去我们说台北市是蓝大于绿 这个恐怕这个格局已经出现了 彻底彻底的改变了 因为随着年轻 而且你看年轻人对国民党的反感度 是出奇的高 那如果未来越年轻的人越高的话 我们未来降到18岁投票 那台北市真的 国民党要选台北市长 会越来越困难 那你看来说 黄珊珊目前的这个后事是看长的 贾安安如果到人家觉得是 烂泥胡不上墙的话 他很有可能被棄手掉 被棄跑掉之后 那就变成黄珊珊跟陈时中都PK了 因为现在很多民调看起来 陈时中跟贾安安的差距 都在3%的误差范围内 所以陈时中如果超越了贾安安 那贾安安就会 大家会说贾安安到底还 可不可以跟陈时中PK 如果不行的话赶快换吧 换另外一个比较强的 这个这个这个黄珊珊出来的话 这个声音会出来会出现 那这都贾安安的民调会立刻 快速的下滑 然后黄珊珊上去 这会变成气宝 来内部的气宝 不是台北市而已 朱立伦这个党主席 连他原本的桃园出身的 这个老县长的后院都着火了 罗志强应该会不理他 直接宣布参选桃园市长吗 我们来看VCR 现在是桃园我要走路走1000公里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罗志强 刚结束全台协票 立刻展开请听桃园1000公里行 展现挑战桃园市长野心 却引发批评 我们替大安文山的选民 寻找罗志强 你想选市长你就辞职吧 忽然就会像这两个碗一样 吃屁都看我 绿营选将嘲讽罗志强 对于大安文山已无形经营 不过罗志强尚未宣布请辞参选 因为传出针对桃园提名 南营内厚百步平 因为桃园议长邱一胜 力挺在地立委绿玉林 我们地方暗潮汹涌 在这种情况之下 纵然他最后民调第一 如果说地方上不太认同 有人用各种不同的势力 来扯后腿的话 这对他也不是好处 那不是有便宜的这个绿色吗 国民党针对桃园约巡3月31号 秘书长黄建廷和罗志强会面 知情人士透露 党中央以民调数字低 跟并非在地人试图劝退 不担心罗志强托党参选 志强是我们党内优秀的同事 也是我们的战将 党会安排他去战将的舞台 对于党中央劝退传闻 罗志强并未回应 却传出最快近日将自行宣布 参战桃园 莱茵茶壶内风暴持续延消 好 你原本以为江启成 是一个非常弱势的党主席了 没想到一弱还有一弱弱 朱立伦不是更弱吗 现在连罗志强都不理他 其实这里面就是代表着 整个国民党为什么那么被人讨厌 而且讨厌到他们其实都知道 所以完全失去了自信 在桃园这边说实话 郑文燦离开之后谁来接 其实在民进党里面 一直是一个蛮麻烦的事情 也没有到目前为止 没有看到一个强将 所以桃园本来是应该很能选的 但是没有想到中二选区 补选之后整个桃园就完全变了 邱益胜就觉得说 还是暂时先不要选好了 然后邱益胜不要选之后 开始是鲁明哲 但是那时候也讲说万美林 好像形象也不错 最后是吕逸玲 但是吕逸玲出来之后 也得到了陈万德和邱益胜 至少邱益胜也支持了 可是后面的一个情况是 朱立伦现在豪权没有用 他的秘书长更没有用 因为黄建廷是有下去一一在谈 但是没想到谈完了 罗志强之后 罗志强出来虽然不说 我要三选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党中央是完全没用 大家都知道 跟着你是完全没有效果的 完全不想理你 这同样的回到了台北市 台北市的状况是 当一个政党 一个选举里面 我们通常不看支持度 支持度会掉的 支持度会变的 被讨厌度 那个是稳固的 所以被讨厌到百分之六十五 不是只有他们的市长很危险 而是他们的市议员 也非常非常的危险 所以这个时候 你需要的就是有一个母鸡 希望你能够强力的在代理 那当然罗志强在桃园 能不能成为母鸡 我是蛮怀疑的 因为桃园那些市议员 恐怕都比他强 可是台北市这里面 最麻烦的状况是什么 那些市议员在国民党 在台北市这么惨的地瓜 全台湾最讨厌 国民党的就在台北市 他们需不需要一只母鸡 来强力的带他们 那这只母鸡是谁 大家都知道是蒋婉安 可是蒋婉安说 我还不能宣布参选 我要等到三十三个议员 提名完毕之后我再出来 哪有说等到小鸡都生出来了 然后说来 我做你们的干妈 你们跟着我走 所以蒋婉安为什么会被看不起 一个没有承担的人力 然后连这个市议员 他都不敢承担 所以你会看到说 没有人会跟他挂牌子 因为到时候是 你要小鸡扛母� 桃園这边是蛮麻烦的 明明是老县长 现在却瞧不动 他说还是不初选 他会参考民调 不要他可以累初选 可是 可是刚刚 敏鳳讲到内部民调 到底准不准 对不对 大家就质疑 罗志强就说 我做的怎么跟你不一样 对 而且天差地远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通通不一样 通通不一样 就觉得很奇怪 所以罗志强就一气之下 决定要自行参选 对 然后罗志强说他有重大的一个宣布了 不排除要退党 不排除退党是议长 议长邱毅胜说 你要提名罗志强来算 我就要不排除退党 所以说老县长现在的压力是多重的 罗志强硬要选 老议长硬不要他选 朱立伦说战将 要去战将该有的战场 那是对啊 来 董好分析一下 是在大尉 罗志强的战... 俄乌 那里吗 俄乌是深的战场 我猜不到罗志强下一步该怎么办 因为桃源 桃源其实讲白的 就桃源内部已经谈完了 所以不用靠民调 谈完了是怎么样 超好啊 超好啊 要超李玉琳 还是邱婉是李玉琳吗 当然啊 你敢说对共民票公司做 不需要啊 不需要 不需要 他不想说黄建廷去一一谈过了吗 我那么讲 就是对国民党来讲 民调当然是一种提名的方法 他有一种就是内部协调嘛 内部协调有什么意思 就是议会 议会嘛 为什么是李玉琳很简单嘛 万美琳跟鲁明哲 两个人要选都有困难 这个困难有的是才第一任 有的是财务的问题 好那罗志强跟李玉琳之间 这种关系就很简单了 典型的陆军跟空军 罗志强就是空军嘛 嗯嗯 不知道票在哪里 那甚至罗志强那时候 那时候在桃园热生的时候呢 他们就当地就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传说了 就是选市长的目的是为了向巴德的立委 立委选区嘛 就是以前孙大千 没有选 落选 然后那区军建区很多嘛 所以对桃园这一局来讲 呃 朱立伦本来是老县长老市长 照道理他应该要有能力 就是说这些地方的矛盾 以朱立伦讲不应该看不懂 他要压得住 对他你要你要就是说 不是压得住 他看得懂病你要正得住 这个不是说正得住 这个不是说你要有能力去协调 嗯 协调 那这个协调的角色 现在是邱医生在做 那邱医生他们谈完了 哪里哪里哪里就管你朱立伦了 就朱立伦你 你什么都不敢做 他只能被告知 他什么都敢做嘛 没有 他连被告知都未必有 他想当 他想当不沾锅嘛 他怕麻烦 不能永远处理处理那种打顺风球的事情 他的选队会执行长傅昆棋在桃园 没有 桃园不是傅昆棋瞧的 桃园是另外一个人瞧的 最近才搬上台 谁 金主 邱医生 不是 不是 信仰 就是以前也是韩国瑜的金主 在国民党里面很有名 就是大家讲到私下 底下党主持 他可能因为他打电话给你了 你不用打电话 你是说有英文代号的吗 对对对对 他这个人很讨厌人家在电视上讲他的名字 真的 所以我不敢讲 他在桃园 他是整个国民党的一个地下的一个金主 听说在吳敦业时代就桥过很多 然后这个傅昆棋桥不动这个桃园的 对 所以呢 就是他就是代表党中央下去桥桃园跟这个邱义胜 但是问题是你邱义胜 当然就是刚才这个舒培讲的一个是空战一个是地面战争 那你未来你怎么评估桃园市是地面战争重要还是空战比较重要 因为这次的选举大家都讲北北桃 可是你如果从郑文燦的经验第一次空战是有机会的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你国民党这样子的一个桥法 我觉得又是靠地方派系在运作这种人选的话 然后没有一个基本上的民调做参考 所以主流人在没用 如果呂毅林民调真的是垫底的话 你不管他这个人多合啦 人合照怎么样 你到时候还是拉不起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看国民党你怎么怎么 那请问一下那个金主属于罗志强 没有属于邱义胜 属于呂毓林 简单讲 国民党的第二卖系 就是罗志强非常他的气氛 你要有钱你才能够参选 不是啊 那因为罗志强有时候在党内人员不是很好嘛 那个臭臭不是臭啦臭屁的样子 他说比较 年少得志 比较高傲的样子比较难相处 而且罗志强去选基隆不就好了吗 他基隆人啊 你已经瞧好了 你已经瞧出来了 谢国人怎么办 所以你国民党也是有沿线的 战将应该去该有的战场就是基隆吗 而且罗志强怎么看得起基隆啊 太小了啦 都要选首都了 还是要选基隆 其实有道理耶 罗志强如果有机会 他是会抓基隆的 如果你他机会不在 他基隆的机会消失了 消失掉了 因为那个谁嘛 谢国良 对不对谢国良 如果是民进党赢的话 因为应该是蔡世英嘛 如果那就会有立委补选 如果是民进党赢 现在指点他一条明灯就对了 我不是在讲 但是他会不会先宣布要选桃园 可能 他选桃园一定选不上 一定选不上 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跟地方上 你不能空路结合的话 你单纯靠他一个空降 是过不了关的 因为陆军的意思就是 成事不足败事有 你现在指引他去基隆选立委 不用我指引 他自己知道机会在哪里 是啊 他其实好像有跟谢国良讨论过 他本来第一时间其实是看到基隆的 但私底下听到的讲法是已经 算好了 就说市長你选立委我来 但是那个是最近在谢国良当选的 没错没错没错 可是那个要等两年 对 如果是我不是讲说他要操作这个 如果是民进党继续掌握基隆 立委就马上要补选 而且很快啊 是啊 可是问题是现在 因为你这一键双雕蛮狠的 罗志强 我没有我没有干嘛 罗志强当时的算法应该是说 在民进党执政国民党还是有机会的状况底下 他还可以维持那个温度 维持到立委补选 但现在这个状况不行啊 他市议员如果马上没选一的没态 他所以他在这个 这个县市长选举的时候 他必须要出来秤声量 找一个地方 我要表态 让国民党的中央党部看到我的存在 不过我觉得他如果去选桃源 就如大家所说的 因为桃源其实是非常在意在地 你如果没有在地的人 不是在地 不是桃源人 又没有桃源人对你的支持 我告诉你 你在那边根本就走不出去 我过去帮郑文燦在2009年的时候去浮选 这个桃源人真的对于那个在地性啊 非常非常的一个重视 可是桃源现在外来的人口这么多 桃源是双重性格 对啊 他又有在地的闽客的那个传统 但是也有一个高度的一个外来人口 所以桃源是双重性格的地方 真的 我2009年那时候去选你看南桃源 南桃源你若不是团人 你去到客家区你怎么跑得动 而且客家区 你连去拜一拜人家都不撩你 客家区还有一个特性 我现在只问我一言一句话 你有看过这么弱势的党主席吗 令不出党中央有这种吗 你有没有看过 桃源里面有五到七成客家人 所以他在地性重略在这边 那我觉得今天不是令不出 我之前也是客家人啊 但我觉得今天不是令不出党中央 是的确还有桃源这地方 地方邱一胜为主的地方拍戏 如果真的跟党中央分裂的话 未来其实朱立伦在桃源市的话 他其实也很难走得出去啊 所以他不想去得罪邱一胜嘛 那今天邱一胜又不喜欢罗志强 那我们又没有公平的制度 去让他们好好公平竞争 那选犯的胜败谁负责 邱一胜负责吗 选犯胜当然是朱立伦啊 但是问题朱立伦可能打算排得怎么样 朱立伦10月26号要鞠躬校 他也不因为桃源 今天即便派驴玉玲的话 他可能认为说过去桃源 排蓝大鱼绿 他认为只要抚平邱一胜 鱼玉玲有可能机会当选的话 因为蓝大鱼绿这个思考的话 他认为说可能是个选项 那当我们一个尊重党主义的选择 桃源其实已经是一个新桃源了 他不是以前的那个旧部落 对他很多外来人口 那气象绝对是不同的 不然郑文燦怎么可能翻转桃源呢 接下来我们还要再带您来看看 这个俄乌之间的一个状况 上个礼拜六呢 这个普丁宣布说 这个战事的这个第一阶段 这个暂时告一段落 本来期望就是说 和谈能够比较大的进展 但现在看起来不是这样 然后普丁又要征兵十几万 为什么目的是什么 我们来看VCR 看一下 其实这个征召13.5万新兵 在这个节骨眼 谁相信不会去前线 谁相信 为什么不相信 因为之前就有说谎的经验 这个先前普丁在多个场合 否认把义务役的阿兵哥送到前线 他说只有职业军人才会上战场的 结果呢 俄国国防部3月9号承认了 曾经派出一些异务役的军人到乌克兰 所以呢普丁的发言人就说了 是谁是谁做这种 谁敢违反我的规定 我的规定是不派异务役的 谁把异务役派去了 现在就要进行称处了 欢景拍廊等下有人来背 好那俄罗斯为什么要争13.5万的新兵 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 是不是因为前面战事真的是相当的吃紧呢 俄罗斯的海军陆战旅死伤超过一半 撤退到白俄罗斯了 现在传出他们战况很激烈 甚至出现自残的状况 甚至出现这个有阿兵哥 俄国的阿兵哥开坦克声点自己的指挥官 这种种乱象 这个军心涣散 所以他们现在有人就是说 里面内部打算阿兵哥要写一份 拒绝参与进一步的军事行动的报告书 乌克兰的报道 这有可能是他们的大内宣 参考一下乌克兰的报道是说 从2月24号到3月31号 俄罗斯的军队已经损失了 17500人了 而另一方面还有一个蛮残酷的事情 他们战事一开始打的时候 不就是就去攻占这个车诺比吗 那现在传出 有一位车诺比的员工在脸书讲的 有多名俄军士兵被送到 白俄罗斯的辐射治疗中心 他说你们这群人在红色森林挖豪宫 其实就会受到辐射感染嘛 叫他好好的享受这个后遗症 因为这块红色森林 这个买很多 买很多这个辐射废物嘛 那他们竟然去那边挖豪宫 是不是把东西都挖出来 这件事你的严重性到底有多大创下 基本上这里面是觉得很诡异的 我先讲说季辛吉以前讲过 跟莫斯科交往 打交道 千万不要相信他们 他们其实常常都是 在细节里面 每一个细节都是陷阱 他们在出兵的时候 第一天就占领了这个地方 而占领这个地方 他要打的是打基辅 那你今天干嘛要挖豪宫 豪宫是做什么用的 豪宫是防守的 所以挖豪宫这件事情 根本就是假的 那是要挖什么 挖那一个红色的被污染的土地 那个土地里面是被污染的 对不对 那被污染的 所以阿兵哥去挖 但是他们的防护设备没做好 所以受到了辐射 那为什么要去挖这些被污染的土地呢 是要做脏蛋 这才是国际上最在乎的事情 什么叫脏蛋呢 就是说在上个月22号的时候 也是被发现 车洛比他们占领了将近一个月 但是突然之间入侵 攻击了破门而入 把车洛比的高等分析研究室 里面的核人物种 还有放射性物资 通通拿走 所以大家更担心的是什么 因为现在普京是不能用战术核武 用了战术核武 那就是犯了全天下大计 那是启动核战了嘛 但是如果说 我今天把他拿脏蛋 把这些放射性物质 放射性泥土 现在在重整兵力 传到了乌冬战场去 那乌冬战场 他现在最怕的是什么 在树林里面 在丛林里面 他根本不知道 乌克兰的军队在哪里 他根本不知道乌克兰 怎么会对他攻击 如果他在那边 撒下这些放射性物质呢 他是走在战争的一个边缘 因为撒下放射性物质 那些正常的人 是不能靠近的 那不能靠近 是不是帮他的正规军 帮他坦克车 开了一条通路 所以全世界 为什么那么在乎 你去玩这件事情 一直在紧盯这件事情 是可能普丁 会玩一个战争边缘的游戏 他没有真正用到核生化 但是他把这些放射性的物质 大量的拿走 他可能要去做脏弹 这个东西才是大家现在对于普丁 更怀疑的事情 而且他在前面再讲了 这个时候拜登不是说 不要让这个人再掌权了吗 然后美国不断的证实说 他已经被孤立了 他是个孤家寡人 他也在继续公布一个民调 他的民调比哲伦斯基还高了 在俄罗斯里面 他的在民调是83 所以其实普丁还在负语顽抗 而且他可能会玩的手法 会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邪恶的边缘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不是在挖壕沟 他们根本不需要去防外 他们也没有打算去防守 车落比这个电厂 因为这个东西没有战略价值 而且是一个负担 但是挖了土地 确实造成了辐射 所以大家更担心的是 他会把这些辐射性物质 拿到其他战场上 去当成脏弹 好 这件事情蛮严重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 车落比员工在脸书 PO的这篇文章 是有可信度的 有可信度的 有可信度 不然他们去车落比 核电厂附近干嘛 而且呢 两个车落比核电厂的员工透露 他们看见俄军 在没有穿戴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 开着坦克 经过充满大量辐射的红色森林区 车队移动的时候 扬起了一塌团尘土 让许多安全感应装置 都显示辐射超飘 29倍 正常的人体的 该规则的是29倍 所以这是有辐射线的物质 对 所以美国方面 其实也立刻启动 监测 监测器 所以如果说 他把它丢到 比如说马力波旁边 那你马力波 那个守军怎么办 所以我是 大家会担心的是 这件事 而且为什么美国会特别监控 他在三月二十二号 就去把车诺比的高等分析研究院 里面的核人物种都拿走了 高放显示物质都拿走了 这个东西不是做核弹用的 但是做一个核污染地区 那他就可以完成这样的状况 所以他拿那些东西 接下来的目的是什么 你认为 核里的怀疑是要做核弹 这个车诺比那个地方 发生过举世之名的核灾 谁都知道嘛 所以呢 俄军打进去 因为车诺比这个地方 以前核灾过 所以乌克兰军队 不可能守在那个地方嘛 因为那个地方 到处都是核射污染 危险 很危险 所以那个地方可以想见 一定不会有乌军住防 所以俄军就超近路 打进去 第一天就进去了 那边不会有乌军防守吧 所以呢这个就是说 普丁不顾他自己士兵的生命 这个挑一个 这个没有乌军 没有防守的地方 乌军没有防守 但是因为那个地方很危险 所以俄军呢 就不管他们士兵的危险 就这样打进去 结果打进去 现在当然他们这个 就遭到很严重的 这个辐射污染嘛 所以这个独裁者 老实讲就是很糟糕 这种不管人命 不管他自己的军队的性命 这就从这边得到一个例证 然后呢 普丁心里可能在想什么呢 因为乌克兰没有核武 对不对 乌克兰没有核武 俄罗斯有核武 所以俄罗斯如果拿核武 去威胁乌克兰 乌克兰到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 能够反威胁俄罗斯的 也只有一条路 就是你用核武威胁我 乌克兰用脏弹威胁俄罗斯 这也是唯一的方法嘛 因为你核武大科 你有我没有啊 但是我又派一些人 这个赶死队 从这个乌克兰国内的核电厂 拿一些脏弹 拿一些核废料出来做成脏弹 投放到俄罗斯的大都市 也让你头痛的不得了 那哪里有这么多的核废料 最多的地方 当然策诺比就是其中一个嘛 所以呢 俄罗斯想说我赶快先进策诺比 先把那个里面的 那些这些核废料 拿光 你乌克兰就没办法利用了 这也是一个方法 然后呢 他拿了之后 他自己要不要拿出来 去对付乌克兰 这是他自己可以选择的嘛 所以那一些核废料 现在变成战略物资啦 现在俄乌双方都有可能 要争夺那些核废料 第二 因为呢 这个策诺宝是在乌克兰国内 他本身就是一个超大的脏弹 他这个只要破掉了 里面都一跑出来 那这个老实讲 乌克兰就算打胜仗 他也是很惨了啦 所以俄罗斯就是说 你如果继续打下去 我就把那个地方炸破 让那个地方的核废料 辐射成跑出来 让你乌克兰根本不晓得 以后几百年都清不掉 就像那个福岛一样 所以这种也是一种 战争威胁的卑鄙手段 在那个情况之下 尤其是现在 这个俄罗斯看起来 这个战损相当严重 我们看乌克兰的媒体报道 俄罗斯战损的军队数量 是越来越多 已经超过一两万人 甚至还要到各个地方去征兵 什么EU1那些人都要调来了 所以会不会采用一些 这种杀手箭 赶快让这个乌克兰 愿意走上谈判桌 这个乌克兰军事 现在是没有这么劣势 所以你说用军事面 让他走上谈判桌 这个可能他不大 但是威胁说要炸破 策诺宝那些剩下的核废料 让乌克兰走上谈判桌 这个才比较有可能 今天蔡振元 他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美国观点的报道 西方观点的报道 都觉得说俄罗斯是这场战 算是站在一面的 然后俄罗斯打到头头头 但是他的逻辑 就比较中国观点了 他觉得俄罗斯根本就是赢了 史上没有那么惨重 整个乌东 乌克兰最有价值的乌东 被他们控制了 重要的资源 包括煤矿等等 在乌东 重工业在乌东 所以他只要拿下乌东 他就是赢了 剩下的就是没有人要的乌锡 乌克兰一次被打回 变成农业大国 有这个道理吗 国民党或者是蔡正元先生 他们这个比较接近中方的逻辑 这也是一种看法 我们也给他尊重 但是你说 这个俄罗斯占了乌东 然后乌西变农业大国 然后这个俄罗斯就赢 这个要考虑到一件事情 俄罗斯的面积是台湾475倍大 俄罗斯是世界能源大国 它的煤矿石油天然气 是多得不得了 它多乌东那两块煤矿的地方 对俄罗斯很重要吗 根本不重要 俄罗斯这么多资源 对你花了几万人的 这么多的战费 还要被经济制裁 拿到一块有煤矿的地方 俄罗斯缺煤矿吗 缺能源吗 所以这个你说俄罗斯战胜 这个实在 他说他事实上是理直赢了 那理直赢了 如果说 我认为刚好反过来 因为俄罗斯作为世界大国 其实不是靠它的经济力量 它资源很丰富 没错 可是经济力量 它现在全世界经济体 它排第十一而已 它真正厉害的是 靠它的军事力量 那现在来讲的话 它真正的理直面子 是靠军事力量撑起来的 所以你现在打了那么久 就算真的打赢了好了 拿到乌东那两个地方 经济上不过多两个产煤矿的地方 它不需要煤矿 它哪里需要什么煤矿 但是让人家看到说 你俄罗斯的军事力量 也不过就是只有这样 那老实讲 将来它在国际间的声望 还要用军事力量去威胁北约 这一定相对来讲 这个人家就看不过头脚 你说他已经被打成二流国家 会不会过分 会不会非常西方观点 是不是二流国家 这要看以后的事情 如果说戈洛斯有关的事情 他当然发言起来是很高 但是从此之后 人家就知道说 原来打乌克兰 也不过 还要打这么久 而且也只能打到乌东 那如果跟美国打 那还有什么好讲的 其实现在状况是什么 现在有一群人真的很担心 担心什么 普丁跌倒 习近平昏倒 然后这些红统会哭倒 因为他们现在其实是 最不敢面对一件事实是什么 原来第二名跟着第一名 差这么远 所以他们现在看到第二名被打垮 他们不能承认 那为什么不能承认 因为全世界第三名 在过去三十年 都是学这个第二名的 如果他们承认第二名 跟第一名差这么远 而且被一个第二十二名 把第二名打垮成这样子 让我们的第二十一名 碰到那个第三名 那他们会怎么办 所以他们今天一定要这样讲 原因是什么 要安抚他们受创的心灵 第二名没有那么弱 第三名也没那么弱 不然他们会担心 以后在台湾再恫吓说 只要解放军营来 台湾就完蛋了 他们的立足场 他们的市场 再也没有根据地了 所以这篇文章是疗愈 他们的心就对了 对那是心理治疗 没有事实的基础就对了 来乌克兰看起来是 缤纷多路 除了继续守住他们的国土 保卫他们的人民之外 居然还有心情颁一个奖项 叫做最佳影片奖 战地奥斯卡 哪几片 这里面包括他的最佳影片 然后比如说他把那个 在动用次真飞弹 打下俄罗斯的飞机的画面 他里面也是他的最佳影片 那你现在讲的那个影片 还包括另外一个是 他们炸成这个俄罗斯的军舰的部分 所以我们在这边讲 这个蔡正元所讲的话 你从三件事情 大家就可以反驳他 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他绝对不是用所谓的俄军 而且这个讲法是标准的中国讲法 中国的讲法都一直要讲说 俄罗斯只有出动 这个所谓比较俄流的军队 他一流一军 都没有上最前面去 可是惠敏你看 真实的状况是什么 是他几个所谓的禁卫师 甚至上红场教育的 通通都去了好吗 所以他绝对不是用所谓的俄军 他的义军根本打死你去了 所以我们要隔空跟正元凶寒话 被蒙蔽的恐怕是你 对而且蔡正元在刚开打的时候 就大声称赞 这个俄罗斯的国防部长邵一谷 说他这会一战成名 名垂千石 这种讲法就是中国的讲法 你看称赞俄罗斯国防部长讲法 你看你看一下 这就是在中国的媒体的报道 你看有一堆在说 邵一谷怎样 一战风神 结果这个一战风神 我请问他们都是站在 打48小时就打下来的前提之上 我请问你48小时就打下来吗 没有嘛 打到现在已经超过36天了好吗 所以现在变黑画面 现在中国连中国现在怎么讲它 你看前48小时说邵一谷 俄罗斯的国防部长会一战风神 结果呢前几天不是还说 邵一谷得了心脏病 心脏病发 被普丁骂到心脏病发作 现在连中国的那个很多的自媒体 说邵一谷是什么 不是一战风神 叫一战晃神啊 所以你从一战晃神的说法就知道 现在反而是蔡振元自己没有转弯 中国很多自媒体跟中国人自己都转弯了 说邵一谷从一战风神到一战晃神 所以蔡振元现在讲法 是比较像是在替自己讲的话在圆 但是圆不过来 为什么 我跟你讲连这个所谓的俄罗斯 有乌冬就有煤矿 这个最有经济价值的部分被拿走 错 为什么 因为对俄罗斯的煤矿跟石油 全世界还有很多地方有产 重要的是乌克兰的技术 像我们讲说 最近乌克兰在反攻哪个地方 在反攻赫尔松 就是在乌克兰南部的赫尔松 俄罗斯号称自己本来有攻下 他的第三大赫尔松 结果呢现在乌克兰在反攻 你知道赫尔松这边对乌克兰多重要 赫尔松同时是乌克兰里面 重要的农业州 也是重要的工业州 他有最好的乌克兰的造船技术 也有最好的乌克兰的积电业 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说对乌克兰来讲 他最有价值的地方 就只有在乌冬那块吗 当然没有嘛 现在这个美国总统拜登 在捕踹上俄罗斯 最后一脚是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石油 就是美国总统拜登要释出 1.8亿桶的战略石油 结果这件事情一出来 油价暴跌5.5% 慧平你知道油价跌伤到谁 当然上到俄罗斯 上到普丁啊 因为对俄罗斯来讲 他有五成到六成的财政 都是要靠石油跟天然气嘛 这个价格跌对普丁 绝对不是好事 但蔡振元反而反而讲成是有利的 所以我们说蔡振元的认知 跟我们落差非常的大 广告之后更多讨论马上回来 欢迎您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乌克兰的战事持续至今 但是欧盟第一位领导人已经要访问乌克兰了 这是欧洲议会的议长 证实已经出发 他是欧洲议会主席梅特索拉 他是第一个前往乌克兰的欧盟机构的领导人 他说乌克兰想要进入欧盟 欧洲议会会是重要的支持的力量 好 另一方面再来看看泽伦斯基 泽伦斯基除了鼓舞明星 这个保卫国家之外呢 他今天拔掉了两位乡军的官衔了 他说我没有时间对付所有的叛徒 那些还没有决定 哪个才是自己祖国的高阶将领们 那些打破军队 保护乌克兰人民 保护我们国家自由独立誓言的人 最终都将南逃被拔掉高阶军官的命运 这些将军不属于这里 你讲到这边有没有觉得有点熟悉 那些还没有决定哪个才是自己祖国的高阶将领们 他说我没有时间对付你们 直接换掉 你还不知道你要效忠的是谁 台湾有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个困境 中国发现说 哇这个武统要付出的代价呢 之前一直说 美国怎么可能为了你们台湾出兵 不可能嘛 但是发现美国不出兵 原来还可以发 还可以施展这些巨大的力量 包括经济制裁 不是中国能够承受得起的 武统暂时放一边 中国的交流机会又来了 我们来听听国台办的发言人 是怎么看台湾的年轻人 听看看 其实年轻人光是看中国怎么对香港的 怕就怕死了 你再怎么统战 你怎么对香港的 大家是看在眼里嘛 路委会提醒大家 中国的交流基地升级了 要升级对台湾的青少年统战了 前一阵不是流传一个什么两岸滴血检视的那个画面吗 滴水 滴水嘛 说把我们左水溪的水滴入黄河的水里面 这个我们的文化不应起来了 说左水溪不必投入谁的怀抱 台湾就是台湾 国台办刚刚您看到 邀请台湾年轻人来看看嘛 李勘跟国台办交手的机会很多 有所期待 他去念北京大学的 但是因为了解 所以呢 现在对国台办呢 是站在对立面的 他说呢 我就是看见了你们国台办的无耻嘴脸 才要大力揭穿你们的谎言 中国大陆机遇是很多 但不是给你的 所以我想要请问一下 委员 国民党 年轻人 应该是国台办重点邀请对象 你对于国台办的这些做法 没有啦 我觉得国台办要认清楚 台湾现在不管是年轻人 包含全体台湾人民对于两岸关系的看法 包含这个所谓的滴水任期 前两天在讲嘛 觉得很无聊嘛 他是对大内宣啊 会 他其实我觉得国台办做很多事情 都是对于中国大陆内部人民去讲话 那虽然我们台湾 譬如说 当然台湾也会接受到这个讯息 但是我们都觉得说 你讲的话 跟我们认知的事实是很有差距 而且不是我们主流民意在谈的东西 所以我今天我觉得 当然两岸的问题很复杂 那今天国台办如果你真的好 当然我们都说对外都对我们统战统战统战 那你真的有心要统战的话 不然你也知道我们人民在想什么嘛 你至少要知道我们想什么之后 你才会提出一个 比较贴近我们想法的政策 而不是每一次都搞一个什么 滴水任清啊 然后刚刚就讲一些 刚刚就在那边讲说什么文化统战啊 这是我觉得不太重要的话 那我觉得今天国台办 其实我觉得他应该比较具体的 去把两岸事情好好去厘清啊 我觉得这才是对台湾人民 比较能接受的一个说法 要厘清什么 没有厘清譬如说 一国两制要厘清 举例来说他一直都会讲 譬如说举例来说 他一直在讲说什么 一国两制啊 然后一中方案等等啊 那他也要知道说 他在过去的所谓一国两制一中方案的时候 他有去设个框架嘛 那我们没得选择嘛 那你没得选择的话 你就是用强迫方式 而且老实说 今天国台办每天都在对台湾的 人民或年轻人讲话好了 那你今天军机每天都飞过来 那当然我们自然感受不好嘛 你觉得你拳头不断的伸出来 然后告诉大家说 没有我有这个 我有这个胡萝卜可以给你吃 这其实我们感受是很矛盾的嘛 年轻人是不会买单的 我觉得不是年轻人 是台湾人民都不会买单的 就是除非他们减少军机来的时候 我想要请问一下范老师 看看哲伦司机 他讲的那些话 一次拔掉两个将官 你搞不清楚你要效忠哪里 我没时间跟你耗 再看看中国现在开始 是不是有点少要弃武统 再来个文统了呢 我觉得玩那个什么滴水认清的 这个真的是肉麻当有趣 这个叫做低级红 很低级 就好像歌功颂德 这太肉麻了 反而是反作用嘛 你觉得台湾人看到那个会感动吗 当然他很有创意啦 黄河 为什么叫黄河 很黄浊嘛 水不是很清澈嘛 然后浊水溪也是浊嘛 两个水不是很看清的水 可以合在一起 可是我觉得这个真的会引发台湾民众 当然是当笑话来看嘛 年轻人看完觉得说 这个是不是太像样板戏一样 演的实在是太过于不自然了 所以我是觉得像朱凤莲 他们这种对台工作 为什么台湾年轻人会天然读 为什么台湾人对于中国这种 统战模式没办法起作用 很简单嘛 我那天去看那个时代革命 那个电影 刚刚开始播就很多人在 在那边 还在唾气 我相信那可能是香港的同学 他们看的就很难过 那我们台湾人看呢 会觉得还好台湾不是香港 还好我们台湾跟这个 我们跟中国还隔了一个海峡 还好我们没有一国两制 所以这种是一种说 今日香港有没有可能成为 明日台湾那种恐惧嘛 我们看到今天香港的年轻人 为什么都跑到台湾来 不管是念书也好 或者是移民也好 就业越来越多 就他们不愿意被中国 从一国两制 现在根本就走向一国一制 所以这个东西是 我请问一下 台湾年轻人到香港去 不是就是好像去那边 可以找到工作 可以发展就好了 问题是现在我必须要讲 就像李堪讲的 二十年三十年 那时候台湾人去 的确有一个机会 因为他们那边缺乏 他们可能没有像台湾 有这么多元的文化 可能台湾人比较少 有很多的创意 很多的其实他会弥补 他们那个人才的不足 可是我不需要讲 现在中国的大学生 自己是找不到工作了 台湾而优势 现在到中国去 也不在了 所以说你说 到中国去找工作 开个面包房 包括说 二十年前或许有 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 所以说 我觉得还把 编辑一个美梦 说去中国可以创业 你要创什么业 现在中国 你每个行业都 你要创完之后 他明天的cobie cobie完之后 他比利用更低的成本 来取代你 那过去台商去中国 是因为他的 廉价的劳动成本 土地成本 现在中国的房地产 中国的房价 的劳动成本 跟台湾来讲 不遑多让 更何况是中美的 贸易战 科技战 为什么台商拼命 回到台湾投资 所以我真的必须要讲 现在已经不是台湾人 去中国发展的 良辰及时了 反而是台商回流 另外就是说 台湾人就算去中国工作 难道他不需要自由 不需要民主吗 我相信现在在上海的台商 或者台湾人 现在一定很痛苦 出不了门 要看病 看不了 你喜欢这种被封城 被封小区的 这种统治模式吗 他们会喜欢这种管制模式吗 这么鲁莽 这么粗鲁的 这个防疫模式 我想连上海人 都不能接受的话 更遑问是台湾人 国际的风势 真的不一样了 过去中国人家 向往他的市场 想象未来的 巨大经济利益的时候 随便一个企业 中国只要坑一声 马上就把他们改成中国台北 有没有 现在不一样了 中国教授施压 台湾的学生 入营要改国籍 米兰理工大学是要调查的 这位教授 他逼着我们学生 从台北台湾改成台北中国 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来看看 好了 讲这么一番话 坦白说 国际的现实是很现实的 过去可能 国际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就是不敢得罪中国 想要中国的利益 想要中国的市场 虽然他们不同意中国的价值观 但现在真的不一样了 现在有舆论要要求校方 来对这个教授进行停止了 外交部也借着这个机会 再一次证告全世界 中国政府没有一天统治过台湾 东豪 其实你看到这个现象 这时候你要懂得 要去争取自己的权益 我们怎么讲 台湾的学生 有时候我们到国外的时候 遇到很多状况的时候 我们太客气了 我们太温和了 你不懂得争取自己的权益 像这位中国这个学者 他这个时候讲这个话 跟你讲个人交友 当然是用你的教授的身份 学术上的一个学术规范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但是你这个方法 绝对是有问题的 每个大学都有 他自己的人理规范 这个时候你就应该 要懂得去保护自己 干嘛 你可以去申诉 这位中国学教授 做了很不适当的东西 让你造成一种 所谓的霸凌也好 或者是伤害也好 其实我们在讲 讲两岸的这一块的时候 其实我要讲 就两岸的交流 其实是不会停下来的 它会随着时代的不同 而有不同的特性 不管是我们刚才讲的 意大利米兰理工 这个台湾的留学生 或者前面讲的这个国台办 说希望台湾年轻人去大陆 有很多机会 我不客气的讲 照我的判断 大陆的机会 不会是属于现在台湾年轻人 大陆的机会是属于哪一代的人 你知道吗 我这个年纪 五年级 四年级 因为人有时候是没办法挡的 那种机会好到什么程度呢 在2000年到2004年的时候 我有很多朋友 好去上海买房子 那个时候一平方米 两万块人民币 那个意思就是 我在新店 或者是在台北县 那个台北县的时候 随便把一个房子卖掉 拿去上海就可以买了个房子 然后摆到2010年 2012年 2016年的时候呢 在上海呢 它就从一平方米 从两万块人民币 变什么 变八万块人民币 这个时候 你能不能挡得住它 你挡不住它 从两万变八万 这就是现实 这是很实际的 好 那个时候的中国 中国政府 对台湾有没有比较和善一点 至少不敢吃牙裂嘴的 到了现在为止 大陆自己 中国自己多辛苦 因为我们都 我相信亲朋好友之间一定有小孩子 在美国练书 你去问问看那些 在美国练书的台湾学生 他周边的中国留学生 辛苦到什么程度 已经是有家世背景的 他不是平民 家里都有一点底的 在美国拿到一个硕士学位 没有硕士学位回不去 为什么 你连机会都没有 如果你想要在上海 深圳这种好的地方 除非你要到三四线 三四级城市去 三四级城市的机会 你赚得到钱吗 赚不到的 那个都是当地人的钱 当地人的 你没有关系 你凭什么会有机运 国台办他们做这种 所以李勘还讲得太轻松了 机会不是给你的 但是不是给你的 你现在说机会 机会根本没有了 轮不到你 除非 除非一种 你愿意当样板 把酒水溪跟黄河混一混的那种样板 那我为什么说当样板 你要知道 中国对台湾的统战部门很多 它有统战部 有国台办 有各种不同的系统 然后中央省都有 他们都要业绩 他们每年都有KPI 为什么要有KPI 因为都有预算 中国对台预算的数字是蛮大的 我拿了钱 我要证明我有成绩 所以你看到那个 左水溪的那个 你会觉得很好笑对不对 对 因为你换位思考 如果你是中国某一个单位的人 那个就是成绩了 可是他们那个成绩是 反制到愚蠢 为什么讲愚蠢 我跟你讲 你现在到欧洲去尿尿 也会相容 你到非洲去相容 也会相容 对不起